今天給大家帶來一局不公平的一塊地 今天我們玩一下這個刷兵位置 然後我們隨機到了一個盟軍 我們這個位置肯定是要先打上面的箱子位 這個位置跟箱子位是四仇 就跟那個飛機位跟那個核彈位也是四仇對吧 然後我們先造個偷看看能不能偷他一下 你看這個對手,這個對手兵名放到後面去 放到後面去就有機會了 直接坦克吸收下子彈,讓防空車拐過來偷他的電場 你的兵都照在後面去撿箱子,不防守 不防守我就把他電場一偷,看到沒有 偷掉電場他的巨炮就沒有電了 沒有電了我們就可以打進來,你看他還在後面撿箱子 瘋狂的撿箱子,家都不要了 然後我們在他家裡有個電場就可以把箱子甩到他家 然後這個對手瘋狂的造兵,我想打擊電 但是我感覺兩個坦克打不爆擊力對吧 兩個坦克打不爆擊力,只能壓他的兵 他的兵非常多,造了很多兵 然後我們用坦克壓瘋狂的甩地寶 甩地寶以後,然後我們這個重工呢 先放在家裡出一點這個坦克,再撿他的箱子 然後這個坦克呢,撿到一個副子中心,看到沒有 撿那個副子中心呢,就在他家裡打開 然後繼續甩地寶啊,在他家裡打開 等一下我們可以出兵,你看 這個對手就現在很難受的對吧 就是因為他開局那個兵啊,跑出去撿箱子 沒有保護那個電場 我偷了他的電場,我可以把東西甩到他家 然後瘋狂的造美國大兵,他瘋狂的造動員兵 然後他重工出來,開始造犀牛坦克了 但是他的地寶也比較多,我們再把家裡的兵拍過來 因為我有副子中心啊,出一個兵等於出兩個 他還在造兵贏,我們也瘋狂的造兵 看你的兵厲害,還是我的兵厲害對吧 反正我造一個等於造兩個,每個大兵蹲下來 看到沒有,先守住這塊地盤了 然後這個對手呢,守不住的把基地拖到上面去 害怕我打他基地對吧,但是我這個兵好像打贏了 又刷了兩個驅逐箭,他剛開始的手忙腳亂 把這個重工放在水面上,你看到沒有 放在水面上,我的驅逐箭可以打他重工 再把這個兵派過來,打掉重工 升個三星美國大兵,再走過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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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你看到沒有,他馬上就守不住了 主要我在他家偷了個電場,在他家裡生根 你看,這個對手守不住要拔線的 直接拔線投降對吧 所以說他開局不能去用兵撿箱子 你得先守住,不讓我衝進來偷他對吧 一旦偷到他的建築,他沒有電那個巨炮沒了 他就守不住了 然後這個小紅你看,小紅趁我打別人的手 他直接超時空過來 超時空一個漏人過來想偷我基地 這你們看到了,是小紅心動的手啊 這小紅想摸我一個盟軍基地啊 他想造間諜來偷別人對吧 有的這個盟軍基地,等一下他可以造間諜造光靈啊 還好我們反應快,沒被他偷到 然後我們把旁邊的鄰居帶走了以後呢 先看一下廠商的局面 廠商他們都在打對吧,都沒有分出勝負 然後我們在下面擺個重工啊 這個重工不要跟基地挨在一塊 重工擺下面,基地就在上面 等一下再造一個維修場啊 萬一基地被打掉了,我們還能造基地 我家呢刷了兩個基洛夫對吧 我們準備把這個基洛夫派過來打這個紅色 這個紫色他沒有打紅色啊 那個紫色在打誰呢 那個紫色在下面打那個彈籃色 你看他把那個彈籃色帶走了對吧 這個紫色,然後我們直接把基洛夫派過來 用基洛夫加光靈坦克衝進去 看下面的倒計石啊 他的超級武器還沒有好對吧 兩個超級武器都還沒有好 我們直接用這兩個光靈搓他 用光靈搓他的地寶 只要把他的地寶破掉 但是這個紫色你不要打我唷 紫色呢以為我要打他吧 其實我打的是小紅 這個紫色看到我在打小紅呢 他就沒過來對吧 就算他過來也不怕啊 我這個地方還有很多美國大兵 哎呀紫色來了 你來啊我這裡有美國大兵還有天氣 不行先推回來 你看吧這小房在打你 你就跟小房打呀對吧 讓我來整這個小紅啊 不然小紅超級武器好了 等一下又要整我 你不要保護他對吧 我們直接把光靈坦克再拍過來 然後基洛夫拐了個彎 拐了個彎 飛到上面去炸他的電腸 這個光靈坦克打他這個門口的房子 把他門口的碉堡一破 只要破掉這個碉堡 等一下坦克就有機會啊 再把他破掉防止他搶修 再把他破掉 破掉以後呢 他打我光靈沒事啊 你門口已經沒有房子了 然後他的超級武器已經好了 他的超級武器好了呢 不用怕 我這個重工跟基地是分開的 打掉我基地我能造 而且我的坦克呢也是分開的 他這個超級武器不好丟 我們先用間諜啊 偷一下紫色的重工 偷一下紫色的重工 先升個一星對吧 坦克升了一星 然後這個間諜呢 我們再走路過去啊 走路過去看看能不能 偷到他那個兵雲了 但是他有你 他有你一空 把我的間諜空了以後 他偽裝成紅色 你看到沒有 然後這邊超時空過來 要打我基地 我早就做好的準備 你打掉我基地也沒事啊 我下面有重工 有那個維修場啊 他把我基地打掉了 我們趕快再造一個基點 坦克肥防對吧 坦克肥防 把他這個坦克呢 先給他吃掉 然後這個紫色呢 好像守不住了啊 這個紫色被那個油力給的海軍 他整得很難受 你看吧 你防空都不照 你被這個海軍炸得很難受 我們也不管他啊 我們繼續造個基地 造個基地車出來 現在沒有基地 然後用光靈坦克打小紅 小紅的超級武器已經用掉了 他這個還要等啊 這個超級武器三四分鐘 我不會給他再用的機會 直接用光靈坦克 把他門口的地堡破掉 破掉地堡了以後呢 就可以往裡面衝了 他裡面有很多油力啊 你看到沒有 那個油力停在高低外 他有很多油力的 但是我發現他裡面有輻射 他這個輻射肯定不敢蹲 我們先造個基地補幾個電場啊 現在我沒有電 基地車出來補幾個電 然後你想打我光靈 想打我光靈坦克寶負 你這個裡面有很多輻射兵 他這個輻射兵不敢蹲 一蹲下來呢 就把自己的油力燙死了 所以說呢 我們直接往上面衝 反正你的輻射不敢蹲呢 我衝進來壓死油力 壓死油力以後呢 然後走過來 他那裡後面還有油力啊 油力空我不用管 直接衝進來打基地 把他基地先整掉 然後再打重攻 那邊的紫色被帶走了 你看到沒有 紫色被那個油力改位置帶走了 這油力改位置呢 好像也被紫色臨死之前衝進去的啊 好像把那個油力改位置的坦克全部整掉了 你看他這個輻射兵都升了三星 升了三星也沒用直接帶走他 然後把他帶走了以後呢 就剩一個油力改 就剩一個油力改 還有一個閃電核彈位啊 這個閃電核彈位呢 好像沒什麼東西了吧 他沒有基地了 他沒有基地了 他只剩下電場了 我們就直接把這兩個基洛夫拍過來 用基洛夫呢 先把這個粉色帶走 不然等一下他的超級武器有可能會炸我 你看我們這個位置到了後期也比較厲害 他會一直送 我都沒必要招坦克 我這個坦克都是送的 基洛夫也是送的對吧 然後我們就準備搶佔中間的礦區啊 準備出兩個牛 搶佔中間的礦 等一下經濟就比較好 然後基洛夫拐進來 直接炸他的電場 把他電場一炸他沒有電了 這個超級武器就用不了 而且巨炮也沒有電了 我們的光靈坦克就可以打進來啊 他沒電了對吧 沒電了以後用三星大兵 保護光靈坦克 直接戳掉地堡 然後我們再造個基地啊 兩個基地發展比較快 把基地拖到這裡來 搶佔中間的礦區 然後這個粉色沒了 粉色沒了以後 郵力改出來了對吧 但是這個郵力改沒坦克 這郵力改的坦克呀 被那個紫色臨死之前的換掉了 他現在沒坦克 他郵力改出不來 你出來我強行衝過去 你這個郵力改啊 沒有十幾個坦克保護 他肯定是出不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藍色 我們先把藍色帶走 藍色的現在什麼都沒了 就一個船長捨不得投降 你看到沒有 我們還有這麼多海軍啊 這個藍色不投降呢 哎呀這邊在炸我 趕快走 被他炸死了光明 藍色也投了對吧 藍色知道沒得玩了 他就一個船長 他也投了以後呢 他就剩郵力改位置了 所以說打到這裡 基本上就贏了對吧 因為我會送坦克 而且我又站到了中間的框 他雖然有郵力改 但是他沒坦克 他那個位置也比較窮 你看他家一個坦克都沒有 就兩個郵力改 一個坦克都沒有 有一個坦克 但是他出不來對吧 我們打他呢 有很多種辦法 等一下我們可以造氣墊船 吸引郵力改 也可以造一萬個飛行兵對吧 我過去他造防空都沒有錢 耗下去了 對我有力 他沒錢了 你看什麼都出不來 然後他受不了 直接投降啊